郭忠祥議員 同學我們先來看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已經練習過很多次了 所以同學一定要特別注意 一支抽一支 抱歉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圖 譬如這個A面、B面 我們先這樣子讓同學比較清楚一點 正式圖在這邊 老師忘記標正式圖 格子要數清楚 1、2、3、4、5、6 1、2、3、4、5、6 這加1 再來深度4 基本上 因為我們現在只是讓同學練習 所以老師給你這個方言指 直接這上面作畫 我們上次圖先畫好了 1、2、3、4、5、6、7 我預留一些空間 所以我畫信 1、2、3、4、5、6、7 輪廓線要紅色的 好 好 這裡是 好 我現在先畫正式圖 因為我要把那個空間留出來 好 記住 要留4公分 尺寸標註要留4公分 所以特別注意 好 留4公分 所以記住 有尺寸標註一定要留 我把那個距離留出來 好 這外觀都沒有被刪除 所以我們直接把他的 方形畫出來 好 圓心記住 圓心怎麼找 圓心是 直接 因為老師標示的圓心就是這個圓的 好 所以這樣子不會很難找 所以這邊是3 好 這邊高度也是3 好 所以圓心在這邊 對不對 如果你是用圓規 就直接用圓規畫 好 老師這邊直接 用這個 圈圈板 好 因為這是直徑 好 用20 好 因為這縮小二分之一畫 好 好 所以連考的 統測的時候 如果有圈圈板 也可以帶過去 知道嗎 畫起來會比較快 好 這裡1 到這邊2 千萬不要畫錯 好 好 所以這裡就是A面 這裡就是B面 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來畫上市圖 好 我們先畫這裡 好 這個面應該最沒有問題 是這個面 好 我們直接就把它畫出來 對不對 這個面 好 是個L嘛 對不對 好 再來我們把A面畫上去 欸 欸 一支窗在窗 因為這個要用到平行尺 記住 這裡再對上去 所以有這條線 這裡也一樣 對上去 這個直接是在這個單位上空一格 所以這裡基本上是像這樣子 所以這裡是A面 這裡是B面 好 記住這裡有一條什麼 隱藏的虛線 所以是在最旁邊的位置 所以是在這裡 所以你把它黏在一起是錯的 這裡不能黏在一起 知道嗎 再來換這裡 這裡 OK 有沒有 所以這兩條線要記住虛線 好 這我換右側視圖 一樣隔4公分 這裡是 一樣畫出來 這邊 好 這邊 所以來看一下 好 A面 一樣喔 好 這個很 靠得很 兩條線靠得很近 所以A面這個在這裡 從這裡對過來的喔 好 再來V面 它剛好 有沒有 還是有差一點點 有沒有 所以這裡就A面 這裡就是V面 對不對 好 再來這邊 一樣從這裡對過去 好 這裡有一條虛線 記住喔 這條虛線是這裡 是這裡喔 有沒有 所以它是整條的喔 好 再來上面 上面 上面就是 它只剩 只剩這裡 所以這裡要特別注意一下喔 這兩條虛線 最重要 這四條虛線 好了之後 畫 有沒有 老師講過 我們在製圖的過程 第一個 這裡 我們來看 第一個是把三四圖畫好 第二個 畫中心線 第三個尺寸標註 這個順序要 把它 那個SOP 好我們自己要 常常 練習喔 好了 畫中心線 好 好這邊就延伸過來 來 記住 考試的時候一定要分出戲 好 再來換這裡 超出去圓 兩ミリ 這邊也超出去 兩ミリ 好這樣子 OK了對不對 好這個就是我們三四圖是這樣子 好現在我們來畫尺寸標註 好尺寸標註的時候一樣 好 譬如我要畫高度 我這樣子直接畫上去 好 連深度一起畫 對不對 好距離 它因為我們這個縮小二分之一 所以這裡 空一ミリ 好 這裡是兩公分喔 好 實際上是畫兩公分嘛 因為老師的印的圖 只有縮小二分之一 好再來喔 記住這個高度不用知道 這個高度不用知道 斜線的大部分都不用知道 為什麼 我只要知道這個端 我知道這個端 我就原心畫了破了 就知道這個嘛 所以這不用畫出來 再來 我把那個中心線延伸出來當尺寸界線 記住它延伸出來就直接延伸出來 不是畫中心線喔 你不要中心線一直畫出來喔 所以這裡就不需要怎樣 空格 還有不需要畫鏈線 好再來換這裡了 所以這個尺寸標註還蠻簡單的 你只要標這三個 你只要標這三個 好再來換這裡寬深度 好深度一樣 周圍是兩 兩公分喔 因為我是縮小 這一格就代表一公分 其實深度也只要標這樣子就好了 好 好了之後 一樣 記住 好 要留 一個尺寸下來 齁 好了對不對 畫 箭頭 畫箭頭 寫數字 好 記住喔 數字全部都是用 mi 就算他給你公分也是畫mi 還有後面不要把mi 寫出來 不要寫mm喔 所以這裡只要很簡單寫10 寫20 所以這裡是30 糟糕這裡要20喔 同學 記住一點喔 聯考沒有考過這種 這種題目 就是他說小話 他說小話 說小話的時候 你還是要標圓尺寸喔 知道嗎 所以這裡是20嘛 這裡是40嘛 所以這裡是30 這裡是60 知道嗎 所以你還是要標圓尺寸喔 好了之後 換 寬度喔 來喔 寬度這裡 同學要特別注意喔 好來 我們先標 我們通常一樣把它擺成這樣子 我標在這裡 試圖跟試圖之間 這裡標2公分 好 這裡 好來 這裡1公分 記住要延伸進去喔 因為這是中心線 好再來這裡 一樣1公分 再來這裡是2公分 好了對不對 好 好 這裡同學會發現 老師你若標了這個尺寸 好如果這延伸很遠的時候 老師不會這樣子標 我會把它標在這一邊 記住喔 尺寸是標在試圖跟試圖中間嘛 可是有時候說實在的 那個只是原則嘛 好為了觀察方便 我們可以標在這邊沒關係 好 所以這裡我就直接把它標在這邊 好這邊畫1公分 記住 千萬不要漏標尺寸喔 好因為你漏標 人家就沒有辦法把這個東西做出來 好 好了之後 來 這裡是70喔 這裡是10 這裡是20 對不對 好了 還少 標一個什麼尺寸 圓對不對 圓一定要有 圓 直徑或半徑 好 我這裡 好 我把它延伸出去寫在這裡好了 好 我把它寫在外面喔 因為這裡面太小了 好 我這裡有箭頭 記住 每一個尺寸都要搭配兩個箭頭 這個直徑一定要兩端都有 好 所以就是直徑40喔 寫這個數字的時候 千萬記住 不能跟其他線重疊喔 好 所以是40喔 怎樣了 所以你標示出來的尺寸要這樣子 可以嗎 好 所以這個是這個題目 OK嗎 有沒有問題 不行 超過180度的圓要畫直徑 小於180度的圓要用半徑 如果180度的圓就要用隨便嘛 可是一樣用半徑會比較好畫 知道嗎 可以嗎 OK 好 我先他說 夠了 講 謝謝